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7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分析時事 這一節我們想跟大家分析 就是中國的國情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詳細探討的人物 是李強 李強是 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總理 一說起這個 國務院總理 大家一定會想起另一位 也是有個李字和強字 那個叫做李克強 為甚麼要說李強 事源 國內最近有網上流傳著的消息 流傳著 是李強 說李強身為國務院總理 沒有辦法搞好經濟 於是 消息流傳著 說李強 有意打算要辭職 我們當然 作為分析 我們當然傾向覺得這個可能性其實就是相當之低 不過 不過我們認為 國內現在流傳著 是對李強 不是李克強 都有盼望 其實 是一個很大的政治啓示 我們經常說 華人 中國人 其實是一個相當之迷信 迷信是沒有貶義的 我們說迷信 包含一切 對所有東西的崇拜 所以 中國人和華人 本身 都是很喜歡 對著偶像崇拜 這件事也正好 反映了現在中國大陸 當前的局勢 還有 中國內地人民主要的思想 所以我們跟大家詳細探討這件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各位 我們把部分的節目 由於我們兩個頻道 的免費模式都被暫停 我們現在 只能夠 利用 部分 收費節目 繼續維持著我們這個 本台的營運 我們看到這樣的狀態 把部分節目放在Patreon 希望大家 記得訂閱 支持 我們同時 維持絕大多數的節目 繼續免費開放給大家 繼續收聽 希望大家 幫忙 還有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 李強 李強就是當今的 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 排行第二 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這一刻的國務院重力 他表面上 在政治局排行第二 實際上現在在習近平天下裏 習近平就是皇帝 實際上李強 原本就是習近平 的一個親信 習近平 在浙江 在浙江省的領導的時候 李強 就是長期跟習近平 緊密合作 所以習近平 在2012年正式 被選擇為國家領導人 即是中共總書記 然後李強 也不斷 迅速向上爬升 李強的政績主要是做過中共的上海市委書記 上海 從來 從來都是一個中共官場的重鎮 誰能夠控制著上海 等於 就是有得對上繼續爬升 但是李強正正本身 就是在上海 大搞風刺 當時 一度傳出說李強 不聽話 說李強不願意執行 習近平的命令 成功保住上海 其實很多 中國內地 其實 跟民間傳說 都很相似 他們在中國內地經常有很多 民間的消息流出 他們不外乎 其實也有著一種心態 就是 地方官 作惡 貪婪 然後有青天大老爺 他們幻想心目中的 對象通常是在做大官 有正義感 想幫 普通 老百姓 伸張正義 中國大陸 還有 一般的華人 其實也包括 台灣和香港 還有其他地方在海外的華人 普遍 普遍其實這個 也是在我們那個 日常生活裏面 變成了一種普遍的思想 我們正正發現 其實他們不斷地在當今 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 不斷地 他們是相繼地投影 投影下去 就是這些領導人身上 他們就是期望 鄧小平改革開放 然後 又期望江澤民 江澤民做了江爺爺 再到了胡溫年代 然後就是被外界譽為影帝的溫家寶 他們其實不斷地把重複的一個願望投影下去 在錯誤的中共領導人上 事實上 中共領導人 有沒有一些人是所謂的好人呢 這個問題我們跟大家也詳細解釋過 在一個 極度邪惡的體制裏面 就算裏面真的 有些人不是沒有人性 在一個邪惡的體制裏面 他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必須要 雙手沾滿鮮血 必須要做盡壞事 所以 他要維護 他的權力 和位置 他一定要壞事 做盡 所以 基本上在這樣的體制裏面 你不需要寄望裏面有任何所謂的 叫做好人 也不用說中國共產黨 就算是香港 一個稍為講人話的官員 他也會立即被擠出權力核心 所以 不需要期望 因為這件事根據 這樣的制度 不可能發生 基本上在邪惡集團裏面 不可能 誕生 一個清官 幫你伸張正義 但是民間 民間永遠有他們的想法 永遠 有一個 情感的寄望 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 是寄望中共的一些官員 比較沒有那麼殘忍 比較沒有那麼愚蠢的官員 期望他們 可以對付這個 就是沒有腦袋 這個小學生 就是習近平 所以這次流出來的訊息 居然說到 就是李強 因為 沒有辦法去處理國內的經濟問題 所以深生去耳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其實李強 絕對 是一個對習近平相當 相當之聽話的人 甚至乎 李強 的行為和政績 是被批評 基本上就是 只有 去奉承習近平 就是習近平要他做甚麼 他就是照做不誤 而這個 李強也壓根箱根本就不知道 何謂經濟 現在整個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根本 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認識現代的經濟的 沒有一個 在海外 是讀書 全部 都是一群 是中國大陸的本土共匪來的 這群人根本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 可以處理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 更何況 就算他們真的 懂得 甚麼叫做經濟學 真的懂得 怎樣管理中國大陸的經濟 即使是這樣的狀態 經常有 上面的人 會插手 干預下面的政策 就好像李克強 提出這個地攤經濟 習近平衝出來跟你說 不用了 中國大陸 富裕 現在民間 賓小康 大家都知道是謊言 所以 怎麼會有可能 是可以搞到經濟呢 所以其實現在中國大陸都陷入 就是對信仰崩潰 他們把 傳統 的信仰投影到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就成為了中華地區 他們 崇拜的對象 現在 中國大陸走入了困境和絕路 現在 民間傳出了很多消息 甚至乎 是連李強 是忠於習近平一直在行動的人 甚至乎他們 是期望李強 也做出反抗 這種 願望本身 我不可以說願望是錯誤 但是也正好反映了 這個傳統華人其實根本 就是沒有什麼 叫做反抗的思想 他們永遠 是期望有人出來 代替他們 其實他們 經常都期望有佛祖降勢 期望 有個神走出來幫他們 把所有的困難 所有的問題 在他們什麼都不用做的情況之下 通通幫他們解決 我不是評論說到底這個想法是錯誤 還是正確 但是 但是 我們知道 就算我當你真是 拜神 其實 神也需要你借助力量給祂 如果你真的打算叫祂來 像Codex一樣 叫祂來幫你搞定 你什麼都不用做 祂就幫你搞定了 我覺得這個也挺違反常理的 就算 中方的神也好 西方的神也好 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你也要騎一下土 也要翻一下教會 中方這邊 最低限度也要燒一下香 網上的消息就是這樣流傳的 李強打算要提出請辭 李強辭職是明智的選擇 他也感覺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國家治理壞了 恐怕被國人露罵 現在 這幫 七個 屌常委沒有一個 洩董經濟的 中國大陸的屌字應該是說得很正 台語 如果台灣應該 寫一個屌字就是說得很正 國內我就不肯定他現在在罵還是甚麼 台灣 狠屌字就是很正 這個跟我們廣東話完全不相同 文章就繼續說 沒有一個人是懂得經濟 只會是統治 壓制 能實現 甚麼夢想 其實 這種消息就是流出 我認為我 這一節的 看法對他們的分析很準確 我很肯定他們其實 也是在投影著希望 希望就是政治局常委裏面 有可以給他們寄望的人 這種想法 也挺奇怪 由李克強居然 是可以過渡到李強上 這個當初也挺難想像的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